马上一会儿上飞机了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用这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到凯恩斯旅游的一些体会 算一点建议吧 凯恩斯是澳大利亚的著名的旅游城 来肯定是奔着大宝礁来的 凯恩斯如果你想玩的比较尽兴的话 凯恩斯除了大宝礁之外 周围还有十几个国家公园 那么你来肯定是你要想都玩过来没有一个礼拜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最起码你来肯定是要三天 你像我们这次连来带走加上飞机 一共是五天 那么我们玩的除了去绿岛 一日游大宝礁 大宝礁 丹特瑞热带五林 还有就是巴尔铺铺 植物园 还去了道格拉斯岛 所以应该说是玩了几个主要的地方都玩到 但是没有全玩 玩变 就像我们跟当地的司机 拉我们的司机说 都是下次来吧 好下次来 下次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时间是这样 那么从凯恩斯的天气来讲 我们这次来气候 天气不是太好 因为经常下雨 现在还属于基本上属于雨季 所以下雨非常频繁 经常一会儿下雨 一会儿下雨就停 湿度也比较大 但是气温都是在二三十度 所以比较适合 那么你要是来凯恩斯 你最起码 你除了去玩 你还要吃 还要用等等 所以你最起码要有半天 到一天的时间 你要熟悉凯恩斯这个城市 你要去看看餐馆 各个地方 买些什么东西等等 所以这些时间 你都要打出来 关于注意的方面 这就是 有两点 一点就是 如果你去看大宝礁 你肯定要坐船 它这个船呢 速度非常快 你看我们坐的船 一天 时速我问了一下 他说 是在二十五到三十节 那速度已经非常快 如果是感觉天气好 还行 你天气不好 风浪稍微有一点 船体颠簸 就 你就 有点 要 要考验你的 平衡能力 你的身体 很多人 你像我们去那天 很多人都 在船上都吐了 是吧 所以 像我们家那口 领开船之前的一刻 考虑再船 他决定撤出 后来回过头来看 他这个决定是对的 因为如果他去的话 他肯定要吐 他一吐 那你 这就不是当天玩 玩得成玩不成的问题 那很可能 后两天都玩不了 那你 你说 那就 来砍一次又 那就损失就大 是吧 所以 呃 这也是看不失不得吧 是吧 呃 浪费点钱 是吧 你一天一日游 那个白费了 那倒无所谓了 是吧 你主要是 呃 家里一家人 那个高高性能玩 这是最主要的 那么他 接下来的第二天 第三天 呃 一直到现在 身体都很好 那 那就是最 最大的收获 是吧 因为 你本来是三人行 最后三缺一 是吧 呃 你这一家的人都 都不最高兴 是吧 你这是一个 呃 也就是说 你如果 是有阴机 阴船的 这种情况的话 请你呃 呃 仔细 慎重考虑 去看大宝礁 采取哪一种方式 是吧 呃 一般他去的 这都是快速的 呃 快船快停 呃 所以 你要考虑好了 第二呢 就是关于 租车的 这个 注意事项 呃 很多大陆的 中国大陆的朋友 都说 啊 我 愿意 自驾游 啊 但是请你考虑 澳洲的 呃 驾驶 和交通 情况 跟中国是相反 这边是第六个驾驶 交通 规则也呃 呃 有很大不错 所以 这个 这个 请你慎重考虑 一般我建议的 就是你随团 从安全起来 因为你出来旅游 安全第一 那有些朋友说 我 我自己租车 或者我找朋友 呃 呃 给我当司机租车 这个 请你 慎重考虑 啊 首先你 你租车 你 有国际驾照 不够 国际驾照 你还必须要通过 这里的 呃 交通规则的 考试 或者参加过 培训 你就要证明 你如果没有证明的话 呃 你租车 很多租车行 它是有这个规定的 你租不到 呃 即便你租得到 你找 你要是 自己考 去 开车的话 估计 这儿 找到啊 什么的 都 难度比较大 啊 另外你要是如果找 你说我亲朋好友 这儿熟悉 地形 呃 责任 呃 出一点什么事儿 经济上 法律上 他都要承担这责任 同时他的 这个 呃 信用卡 他要有足够的 这个空间 要有足够的余量 呃 呃 去给这个 这个租车行 来扣除 呃 呃 最起码是4000到5000以上 啊 因为他 呃 这个租车公司 他 出了什么事儿 申报的时候 他去跟保险公司 申报 多少钱 那咱们不知道 他要跟你 你这儿来补赏 就是这么多 啊 还要有一千块钱的 押金 啊 所以你像我们当时 我们就选 选择了 呃 这个 其他的 我们选择了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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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申报 赔赏 补赏的这个 呃 保险 这个保险 他是每天多少钱 大概 20块钱左右 来来计算 你像我们 花了不到100 100块钱吧 那么 这种这种小费用 你可以 万一你要出了什么事儿 你这几千块钱 你让他 呃 扣除 那个就不划算了 那这样的话 他跟你扣除多少 我可以跟这个 我申报这个 呃 补赏 这个 回扣 这个 这个公司 来回扣 这样就 我们就选择了这种方式 呃 那么所以说你如果是 选择 朋友给你当司机 去租车的话 这个 一般来讲 那除非他本人愿意了 是吧 这玩意儿呢 他有人他喜欢 这 这一号这一口 是吧 呃 嗯 那你 没问题 宝则的话 不是这种情况 那就希望 呃 换你思考 如果你属于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事情呢 呃 呃 希望 大家 要有 要有所准备 是吧 呃 呃 因为你到 呃 大家都要 呃 呃 要准备好 是吧 呃 这就是为什么我 建议 呃 最好跟团了 啊 而不是你自己 自驾游 租车 或者找朋友租车 这些方式 我个人认为 都不合适 呃 呃 当然有些人他 他喜欢 有些人 呃 非常愿意这样 那是另外的问题 但是 呃 你你出来旅游 本来是一个 令人愉快的事情 但是你真要出现 什么事情 你扯不清 经济上法律上 你都扯不清 那就出现很多 令人不愉快的事 所以我们应该尽量把这些 因素 考虑到 呃 看我今天就说到这吧 就跟大家分享 最新 希望 呃 对 我们 愿意来 玩的 旅游的 呃 有所帮助 呃 祝大家 万事如意 呃 后会有期 啊 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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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佳